我們先來問一下這個楊董 楊董現在做這個當沖 這個當沖 很多人可能這個有點陌生 沒有在做過 但是告訴大家 當沖成交總額 佔大盤的比例 其實不斷的升高 這並不是一個冷門的投資方法 其實上現在還蠻主流 蠻熱門的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整個變化 從2014年當時不到1% 現在成長差不多到22% 28% 甚至佔整個大盤的交易 可能是三成四成以上都有 所以很多人在當沖 只剩十顆就很多人在沖了 當沖跟大家解釋一下 適合一般人嗎 因為我覺得當沖 當然你要盤中有辦法 就是這個關盤 就是你要能盯盤 那其實就算你不能當沖 你還是可以透過所謂的隔日沖 也就是說我可以 這個中午休息之間進場 然後隔天的開盤前我出場 當沖是今天買今天賣 隔日沖今天買明天再賣 就是很沖的意思 你的方法可以一天2% 這是十分吸引人的 怎麼做到的 其實這個方法已經從2004年 我已經做到現在 都沒有失誤嗎 一定會有失誤 因為你勝率就有敗率 所以這樣的一個過程 大概他的勝率可以到八成 也就是說十次會有兩次的敗機 大家還要上班嗎 一天2% 對 因為這個技巧真的是可以看 就是說他十次大概有兩次失敗 三十萬到現在八十幾萬了 對不對 很多人年輕都不到八十萬 所以你的方法是什麼 圖板可以秀給大家看 教大家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 這其實當然就是 最簡單的方式 一定要先有量 而且預估量我大概很早 大概2000年 2004年就發展出來 以前是有大盤的預估量 就是預估大盤到收盤會有多少量 那我是從這個開盤以後 就預估所有股票 會到收盤會有多少量 9點多我就可以 估所有收盤的量 然後如果今天收盤量 比如說比前幾天 它的平均值來講 爆量超過兩倍 代表今天一定有人在裡面 對 那這個基本上它的爆發性 可能是大漲或大跌的機率就大高了 那所以我漲2%以上我就進場 跌2%那我就做空 所以就是當天的這個量 你比這個前一天預估是 今天上漲 然後量是預估爆量兩倍 爆兩倍 然後你看到這個股票 它又漲2% 你就進去追 對 漲了2%就進去追 就這樣子 然後跌就是跌2%以上 爆量跌2%以上 我就進去空 這樣子 爆量的話是這個 爆量下差 下差 就是這個量是放大到1.5倍的時候 一樣跌2%你就下去 你舉例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像如果看到這個像 這個是2313 最近幾天很熱門 剛好我這個是在禮拜五PO出來 你看它在禮拜四的時候 8月15號 它其實爆量幾倍 爆量超過三倍 對 所以它在9點多的時候 事實上如果你28.1%進場 其實2%就28.6% 你馬上就可以出場 這出場之間可能不到一個小時 1.5%28.2%出場 對那隔日沖有沒有 剛好在尾盤左右進場也可以 尾盤左右我在 你隔日沖是什麼時候進場 在1點左右進場就可以了 就是午休時間 對午休時間進場 不要吃飯看盤 如果你進28.5% 看盤就爆 事實上隔一天你看 隔一天就等於是 開高29以上就出場了 事實上隔天它超過4%的一個收益 就是說因為它前天爆量攻擊 那隔天跌呢 你說隔天跌 隔天還是要出 因為我的停損大概設在2.5% 可是它爆量上漲的這個股票 尤其在尾盤 隔天往上的機會比較高 因為如果你主力在之後 尾盤來攻擊 隔天它總要顧一下它的股票 它才有機會出貨 那這開場前多久都趕快賣掉 你說開場其實我開盤前 我就直接掛 所以9點15分以前就結束這件事情 對對對 因為上班族來講 它就好好上班 對做這件事情 OK 就是這樣操作 你說勝率有八成 對可以到八成 有哪些風險要注意的 這風險基本上當然就是 你一定要把停損 就是嚴格來執行 停利要執行 停損要執行 因為停損你不執行 你這次股票如果跌了20% 那還得了 那你要做10支才能來補一支 所以其實就是說 一定要有停損這個概念 OK 這個方法適合一般上班族嗎 有明哥 你覺得呢 就看你的工作性質 我補充楊董剛剛的這個 如果你要做當日充的人 我提供給各位兩個時段 第一個時段的話 就是9點到9點半 因為剛剛楊兄也特別提到 就是你開盤可以預估 成交量大於兩倍的話 大概在9點到9點半的時候 會是交易最集中 好 那過了9點半之後 交易就會慢慢清淡 然後最清淡的時候 如果以現在台股 四個半小時來講 對切正好是11點15分 所以那一段時間裡面 一定是最清淡 那什麼時候會是第二個高峰 就是12點到1點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出來吃便當 就出來吃飯了 所以你終於可以看得到盤了 所以那個時候 就是針對早上有一些股票 比如說它發動了第一波 然後休下來整理 然後之後的第二波 可能是在12點到1點 那那個時候發動完 你就充完了 那如果你要做隔日充的人 你才會在1點到1點半的時候 你去進場 所以在有量的時候是做當日 好 那你在量縮的時候 你是做隔日 這一點原則 大家一定要特別注意 有量做當日 好 這個是適合一般上班族 資金要多少的可以開始做 你說資金 其實如果以當充來講 你資金可以小 可是還是要考慮到風險 因為沒有說 你做當充就一定會賺錢 可能先虧再賺 對 隔天9點15分以後就上班 對 所以我覺得說你三五十萬 這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可是這就是變成說 你這個資金不能夠是借了錢 做這個事情 好 這個楊總你怎麼開始做這個 量價這個投資研究的 因為它蠻特別 你是在2016年參加這個 投信的投資競賽 對 還拿下了冠軍跟亞軍 對 人機對決 人機對決 他打敗了AI人工智慧 所以你比AI人工智慧更聰明 沒有他是等於是 我是機器組 就是用程式交易組 等於是機器人組 跟人類組的一個對打 你怎麼手上股市這條路的 大概很久 我在股市32年 所以我真正路是在78年 那78年前 事實上我不是做這個行業 因為我是 等於是餐飲業 你本來餐飲業 對 你轉太大了 有一家叫Hardis 不知道聽過沒有 Hardis Hardis Hardis漢堡嗎 對 Hardis漢堡 他以前是美國也是前幾大的 大概美國3000家 Hardis漢堡 就是台北車站對面那間很大那間 對 以前 最早的時候 比溫帝更早 比溫帝更早 對 我知道啦 糟糕我們的年紀 都放光了 我也跟你年紀超多 都聽過是不是 知道Hardis的 知道Hardis的 這不簡單 同學同學 然後我那時候那個點 剛好是在金融街 南京東路 對 我剛好在現在的元大有沒有 復興的那個交叉口 對 所以很奇怪 我那時候大概是 我記得是大概股市大概4000點 然後有一次開始 開始放鞭炮 而且放鞭炮非常長 上萬 對 上萬點 每一千點就放一次 以前每一千點就放一次 所以 有 有 然後隔一個月又放了一次 然後想說 哇這 有這麼好賺嗎 阿扁當選總統那一年 我忘了是 不是啦 更早 更早 所以講1980幾年的故事 1980 1989年 因為我死在那邊死一次 所以我在有一個月 他連續放了三次鞭炮 結果那個月漲了3000點 我收不了的第十層 每次這個炸一次 你就開始就覺得我收不了 收不了 那一個月漲3000點 真的收不了 當月漲3000點 真的 跟你做漢堡什麼相關 你在收不了什麼 因為 因為你周遭的人 基本上都做股票 來買漢堡的人就做股票 餐廳都是做股票 賺錢的人去吃大餐 賓師今天賺了多少多少 你那邊折漢堡 越來越苦情 我那時候大概 50萬入市 就是也考了音樂院執照 大概在21年前 OK OK 入市的時候有這麼好賺嗎 發現 其實那時候很好賺 那時候基本上 你只要買得到股票 就能賺到錢 你1989年入市 1999年賺到1300萬 因為其實那時候不用什麼基本 可是很快的2000年 又付300萬 這怎樣啊 2000我必須要講 一次又費到1000多萬 有名秀應該知道 網路跑很嚴重 那時候基本上 因為你認為說股票太好做了 沒有戒心 對我只用所謂的EPS跟本益比 你認為說本益比夠低 大概就可以進場 所以我進了一支叫做很好的華碩 好 800多吧 對過去沒有 那時候我大概是三四百才進場 那一年跌到94 哇 本益比那時候的估值本益比 我進場是20倍本益比而已 都沒有停損出場 沒有啊還加嘛 還加嘛 公平攤平 對攤平 好公司嘛 好公司啊 本益比可以從二十幾倍 調到剩下八倍多 對 所以這一年 包括所謂的信用交易 包括二胎 帶了二胎 跟朋友借錢 總共大概虧掉了 大概1300多萬 哇 超貴1300多萬 因為負債300 因為等於是你還錢都不夠還 你房子也賣掉 賣掉 車也賣掉 哇 這一年我也差點跳樓了 你也差點跳樓 那一年是怎樣 那一年我要出國念書 要存到 我覺得我應該存到一百二十萬 才能出國念書 那時候我在 也是在電子業環店工作 賣掉三張股票 然後那時候 一個月薪水可能三萬多 然後好不容易存到 覺得還差二十萬 我就可以出國念書 於是我就去買順大宇 我想要留名一個 順大宇那時候236塊 那時候我都不懂投資 也不懂股票 但是我只看到報紙說 他下個月要配一張股票 我說蛤 我的兩百三十六萬可以變 四十六萬 那我就可以湊起 我那不足的二十萬 出國念書的錢 慢慢做夢 對我就很開心的 就買了一張股票 我就出去 下班 去英國念書的時候 下班學期要繳那個學費 我才發現 他已經變地雷股 已經閉職了 於是我只好去Burking打工 我直接走到 我每天要去 在英國的時候 每天走到我要去買漢堡店 你們兩個有共同點都做漢堡店 他剛才講我賠過錢 好不好 做漢堡賠過錢就會賺錢 因為我突然沒有錢 講學費 我覺得我人生在英國 不知道怎麼過下去 於是我就走到那個漢堡店 你用我好嗎 我缺錢 那Burking就說 好那你來炸薯條好了 我就開始在做漢堡了 所以我在英國的時候 就開始在做Burking 然後跟別人借錢 然後把這個學業完成之後 就回來台灣 開始在電子業重新開始 以上是懷舊篇 所以今天會走到投資這條路 也是因為投資失敗 就是跟那個楊董一樣 我們才會走到這條路 楊董那你怎麼在 你跌了這麼一跤 一千多萬的功課之後 你怎麼找到這個量價這個 是你後來發現這個是最重要的 其實沒有 因為我覺得說 因為後來看你那個曲線 後來就往上轉了 1990年那一年 就是2000年那一年 基本上我大概知道說 最不可信就是人 不要相信自己 因為交易是這樣 人只要在虧損的時候 你就會抓狂 真的 對你就會抓狂 對所以你不斷的投入 事實上是等於是 一路空投你一路追 所以在2000年過後事實上 我就開始做城市交易 也就是說我透過機器 透過來控制我的一個 一個停利停損 所以在2006、07事實上 我那一年大概 跟家裡大概借了兩百萬 所以做了大概五十億的交易量 然後那一年真的翻了 翻了大概兩千萬 因為我等於是一直在做當充 兩百萬開到兩千萬 所以我最高就是一天就滾六千萬 你不怕嗎 你已經快了一千多 要借兩百萬 這個四年我是經過測算過 也就是真正去統計 臥心長板算過 對 就回測過 我的風險多大 我已經控制住 對 我可以損失百分之二十 再超過就不行 好 所以你現在有一個 多空的判決方式 叫做EMI EMI教大家一下 EMI 那EMI這個是做一個 EMI 做一個波段的一個方式 就是說 基本上我認為說 在交易波段的過程裡面 當然你先選擇好的一個股票 這是必要的 比如說我要做多 那這些好股票 比如說台積電 什麼東西 當然它是可以買 可是不代表你一開始 就可以介入來買 對 而是應該可以透過一個技術面 對 來作為切入點 好多獎盃 哇 我要認真聽一下 冠軍亞軍要教你 怎麼判斷多空 我想舉個例子 就EMI的例子來講 你這時候沒聽過哈地漢堡 應該是你沒有坐在 台北車站附近 不要裝年輕 所以比如說各位可以看到 這一條線就是一條EMA的一個曲線 對 那它其實跟均線很類似 可是它是經過平滑 對 它就再平滑一次 所以你看它的平滑 就是很是末時 基本上就是說 它的切入點就怎麼樣 很少 你就不會來來回回刷洗 你會擔心 所以像這樣你看 這個泰塑 它經過這個大概已經快一年 大概十個月 它只有兩次的一個交易 你們看到這兩個點 對 兩次的交易而已 所以一進 這裡也一進 就是等於是兩次的一個進場點 那兩次 最後一次還沒有出場 前一次的出場點 你這EMI是23日線 23 我大概抓一個月的一個時間 那EMI來講 它有兩種加權 一個是加權1 一個是加權1 加權2 所以透過權重的加權 如果加權的太重的話 就變成說 它跟一般的均線 就沒什麼兩樣 對 所以我透過一般均 平均的加權 就加權1 各位如果要4的話可以 就是說它會比較平滑 所以如果透過這樣的行為來講 就是說你至少知道 我什麼點切入是比較有利的 比如說你可以看 就是說在這個點 這是一個高峰點對不對 對 那你在這個點 如果說你在這個點位 發現了這支股票 你就進場 不會買嘛 那你就糟糕了 應該不要買嘛 應該透過怎麼樣 它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再穿上穿的時候 你再進場 那你就省掉20塊的什麼 下跌的空間 就這樣看一條線就好了 對看一條線就好了 對我補充一下楊董的方法 就是說我們大家做紀錄分析 不是都有格蘭幣八大法則嗎 對碰到線要買嘛 對跌穿的也要買 如果是多頭 但是那個線是什麼線的時候 會太敏感 比如說你五日 十日二十日太敏感 所以楊董他現在是透過一個 比如說加權平均 我給你每一條線不同的權奏 然後最後合起來 變成一個比較平滑的 那那個他就有意義 可能即便跌破 也會馬上翻上去 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你在追高的過程中的意味 就是說你乖離大 你就不要買 碰到你再來買 如果他是多頭 那空頭一樣 你反彈碰到線的時候 就是做空點 是這樣的意思